Mkle Mkle 歡迎收看二報啦! 我是阿Dee 今天來這裡有一間 鮪流浪狗的咖啡館 之前有一個粉絲問我們 哪裡有那些有狗狗一起的咖啡館 所以今天我們帶你們來一間 浪浪三合爺的咖啡館 去看看到底是怎樣的 Let's go 我們已經到了浪浪三十年了 這裡是它的菜單 其實這裡也有很多食物 有飯、有飯 應該有三十多小時可以存在 不過我們已經吃完了 這個浪沙來 所以我們就喝茶 喝酒,喝酒吧 如果你們有寵物想來 吃午餐、晚餐的話 可以來這個浪浪三十年 很有意思的一間店 讚讚讚 喝酒 吃午餐 吃午餐 牛腿 吃午餐 吃午餐 我們就送醫送醫 然後醫好了 我們結紮結紮就圓地匯方 我們叫MixChuan Mao Zizia 成立差不多五年了 簡單來說 領養代替購買 這句話其實不是一個完整的話 領養不是選擇民眾 選擇所有的東西 而是你要成全一隻狗 給牠有一個空氣 做什麼 另一個意義 這個意思 經營的模式就是 我商業的模式去運作 活理 然後把玫瑰於社會 當作一個磁士 然後同時之間 我們都會放一些 我們救了狗 但是這個性格OK的 可以進來等家 除了這個Cafe之外 你們還有周邊產品 你們還有什麼服務可以迎來 然後再要顧這些菜狗 基本上來說 你說關於寵物的 我們都可以說是有齊 好像Grooming 我們的展望 靈養一定有 然後寵物再送 例如看醫生 然後再到寵物一時鐘 就是牠過了身後的 肚狀 我們都全部都可以 對 我們就做了很多這些 的目標 對 有拿到寵物 基本上會有在裡面 明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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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吃完了 這間浪浪三宅的咖啡館 其實是一間很有意思的咖啡館 我們所有盈利的經費 都會作為他們領養那裡的經費所用 非常之有意思 如果你們有養狗狗的 或者是我們吃東西的 都可以來這裡 因為非常有意思的咖啡館 今天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二波拉威一時 記得追蹤 和訂閱我們二波拉威一時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訂閱 和按鈴鐺 謝謝